北欧地缘政治大洗牌 瑞典跟进芬兰选边站 瑞典正式表达将和好邻居芬兰一起递交北约入会申请 两百多年的军事不结盟政策正式画下据点 但此举显然高度挑战普丁的敏感神经 普丁批评美国以具侵略性的方式利用北约扩大 俄罗斯暴富贫出招 14号先以芬兰每缴电费为由 切断原先87百万瓦的电力供应 外媒甚至还有消息指出 莫斯科当局正向靠近芬兰的边境地区 部署可以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坎德飞弹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完全涵盖在射程之内 但是不止俄罗斯反弹 北约内部也有人摆明了 不欢迎新成员 本来瑞典和芬兰打算派代表和土耳其好好谈 没想到艾尔段紧抓薪酬就恨 不满北欧两国没有对库德族采取反恐立场 直接赏了即闭门根 更开条件要瑞典和芬兰先遣返33名所谓的恐怖分子 北约邀请瑞典和芬兰参与16号的刺猬演习 共计14国1.5万名兵力 要在距离俄罗斯只有64公里的爱沙尼亚边境登场 北约同时还找了曾经被俄国出兵的乔治亚 一起参加六月的高峰会对抗普丁 北约直求进出 进行网络若营周成为报道